英國的朋友都會問我 現在在澳洲好嗎? 在澳洲的朋友聽到我在英國念過書也會問我 英國...英國怎麼樣啊? 而這個問題後面的問題一定會是 那你比較喜歡哪裡? 嘿!我發現我沒有認真想過 英國和澳洲我比較喜歡哪裡 我知道這兩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分別都有我喜歡的東西 但是我真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於是今天我想要來比較一下 英國和澳洲這兩個地方 好像是我在一落地 一落地 沒多久就可以發現的 一些不同 但在這之前 我要先來介紹這兩個我很愛的地方 就是 Sheffield and Brisbane 在英格蘭、北亞爾蘭、蘇格蘭和威爾斯 組成的英國 我去年待的地方叫做 Sheffield 是位在英格蘭的北邊 然後整個英國中部的位子 而分成六州兩領地 新南、威爾斯、昆士蘭、南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維多利亞、西澳大利亞、首都領地和北領地的澳洲 布里斯本落在昆士蘭州的東南方 所以更確切一點是比較 Sheffield and Brisbane 不能代表整個英國和澳洲 OK Let's get started 講到天氣 你是不是直覺就會覺得 英國就是長這樣 澳洲就是長這樣 Well 這個直覺是正確的 嗯 應該說 英國也是會出太陽 澳洲也是會下雨 可是英國出太陽的天數 真的可以等於澳洲下雨的天數 在英格蘭下的雨都會是毛毛雨 所以有時候你只要穿大衣、風衣或是戴個帽子 其實就可以了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英國人其實是不太撐傘的原因 喔不過呢 如果你是在布里斯本 你遇到下雨的話 通常都會是暴風雨 就是那種雨非常有個性 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沒有雨傘無法行動 撐了傘也會變成落湯 所以 雖然我們這邊真的很少下雨 但是如果來完的話 記得要帶把很堅固的傘 嗯 我會喜歡晴天 所以第一回合很明顯 Brisbane賺上風囉 第二回合 吃貨最關心的 吃 現在不管在英國還是澳洲 都可以吃到各式料理 其實就像在台灣一樣 不過當地人其實都習慣到超市買菜回家煮 因為這樣真的省很多 英國的超市通常是Tesco 或者是Sainsbury's 澳洲的話呢 吃Willy 或者是Calls 基本上後架上的東西都大同小異 不過還是可以發現一些小東西 像一種深棕色塗在烤吐司上的醬 含維生素B 是英國和澳洲人家家戶戶 可以說是必備的食物醬 不過英國叫它Marmine 澳洲叫它Vegemine 或者是你不可能在英國的Tesco 買到澳洲的袋鼠肉 又或者英國的雞肉比較便宜 澳洲牛肉比較便宜 另一個小發現是 英國因為有著名的英式下午茶 所以比起咖啡 英國人對茶其實還是有一定的中愛 但是澳洲人 至少在Brisbane 他們對咖啡的熱愛已經超乎我的想像 205年曾還有統計發現 澳洲成人一週喝咖啡的含量達9.2杯 而且這個數據有在增加 這一回合就吃了眼 因為都要自己煮 所以平手囉 再來是交通 除了倫敦有地鐵外 在英國的交通工具 通常是火車或者是橋 那個時候在Shaffield 到別的城市 Litz York Norningham Manchester 都是搭火車 然後就可以走一整天 因為英國的城市都不太大 所以基本上一天下來 如果你還蠻會走的話 就可以把重點都逛來 可是澳洲 可能你走三天三夜 看過去的景色都會長得一樣 也因為這樣昆士蘭的公車系統做得很好 他們有高速公路公車專用道 能減少篩測的問題 在英格蘭的城市裡面 可以用走的 如果你要到別的城市是搭火車 但是在澳洲的一個城市裡面 通常要搭公車或是開車 到別的城市 像從布里斯本你要到雪梨莫爾本 或者是阿德萊德 都要搭飛機 就短期旅遊 或週末要找地方玩的留學生來說 英國大盛 還有水 這兩個國家都是冷水水龍頭打開都可以喝 然後熱水都不行 不過 就水這件事 英國和澳洲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水質 英格蘭水質整體而言 含納量高 最明顯的就是洗頭髮濕 不說我喝得出來 去年在英國呢 每次洗完頭髮 轉身的時候都會覺得 我是不是病不高慌了 不過也會因為體質而不同 像有同學是覺得還好 但也有同學是整年下來 髮色變淡很多 澳洲就沒有這個問題 不過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營 澳洲是個缺水國家 各州政府都有不同的限水令 我目前還沒有遇到 不過以前的轟媽都會告訴我們說 不要洗太久 比起頭髮掉光光 我寧願洗戰鬥澡 所以 Brisbane加1分 最後一點 地理位置帶來的影響 落在整個英國中部的 Cheffield口音是非常多元的 除了可以聽到一般大家知道的 British accent 也可以聽到來自Glasgow 或是Edinburgh的 Scotish accent就是蘇格蘭腔 像我的生物老師 我以前的生物老師 他是從蘇格蘭來的 所以 他有非常明顯的 Scotish accent 非常非常 性感 好聽 而澳洲比起英國 因為大量的移民 所以是一個文化更多元的國家 除了很明顯的 Ossie accent就是澳洲腔 以外呢 還可以聽到 來自世界各地的英文 還有不同的語言 那這一回合 又能怎麼比呢 所以 你有比較喜歡哪裡嗎 嗯 沒有吧 只覺得我更認識 他喜歡這兩個地方了 這些生活上的不同 雖然都很小 可是這確實也是 當你在考量 要去哪裡念書 或是去哪裡玩的一個原因 有些人喜歡 晴天 可是有些人喜歡 在雨中漫步 也有人喜歡 住在大都市 可是有人喜歡 清靜大自然 又或者 有人喜歡搭公車 可是有的人 喜歡土步 你知道嗎 在英國的朋友啊 會說 Chapelle 不理斯本的朋友 也會說 不理斯本的朋友 不理斯本的朋友 也許我們人就是上網 自己沒有的東西吧 不得不說 我也是離開Chapelle 才發現他的美 所以這次 用鏡頭記錄 Brisbane 因為我知道 他有他的美 而且 我還沒有發現 What the heck is that 啊 太空 好開心喔